实验5-2 热量与物质温度变化的关系 今天的天气真好 太阳好大哦 小萱 你要记得穿着拖鞋 不然脚可是会被又热又烫的沙子烫伤哦 没关系 只要站在浅浅的海水里就没事 很舒服哦 嗯 为什么在同样的太阳照射下 沙子和海水的温度会不一样呢 那我们来做实验探讨吧 物质受热时的温度变化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形成假设 我的假设依是加热同一个物质时 提供的热量越多 物质温度上升越多 假设二是 加热不同质量的同种物质时 如果提供的热量相等 质量越小的温度上升越多 假设三是 加热相同质量但不同种物质时 如果提供的热量相等 温度变化会不同 变音设定 假设一的操纵变音是热量多寡 温度变化则是因变变音 而其余剩下的变音就是控制变音 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找出假设二和假设三的操纵变音与因变变音 将你设定的各种变音填入活动记录部中 实验器材 实验需要的器材有这些 要确认所有器材都有准备哦 实验步骤 将酒精灯放在铁架上 配合酒精灯高度装上铁环 并放上陶瓷纤维网 接着将温度计与搅拌器悬吊于铁夹上 并把温度计套入搅拌器中 假设一 加热同一物质 观察加热时间对物质温度的影响 拿一个250毫升的烧杯 倒入100公克的水 将烧杯置于陶瓷纤维网上 调整铁夹至适当高度 要注意温度计的夜囊一定要没入水中 不可以碰触到烧杯杯底 而且架设好器材后 铁环的位置和酒精灯灯心的长短 都不可再更动 装置仪器与测量时 温度计夜囊为什么不可碰触到烧杯杯底 因为温度计要测量的是水或干油的温度 而不是测量烧杯的温度 若夜囊碰到杯底 将使温度测量不准确 实验装置架设完成后 为什么铁环的位置和酒精灯的灯心长度 就不可再改变 固定铁环的位置与酒精灯的灯心长度 单位时间所提供的热量才能固定 用温度计测量水的出温后 点燃酒精灯并开始计时 同时上下移动搅拌器 记录加热前的水温 并每隔一分钟测量温度一次 连续记录五次 加热的过程中 要持续上下移动搅拌器 并保持火焰的稳定 加热时 为什么需要用搅拌器上下搅拌 用搅拌器搅拌 可以让整体液体温度能均匀分布 缩小测量到的温度误差 绘制100公克水的加热时间 与上升温度的关系图 绘制时 以上升温度为中坐标 加热时间为横坐标 标示好数据后 画一条让数据大致平均分布两侧的直线 加热不同质量的同种物质 观察吸收相同热量下的温度变化 进行假设二的实验时 需要哪些实验材料呢? 我需要100公克的水 与200公克的水 请你规划实验操作 以验证假设二 我的实验规划 是以200公克的水进行实验 实验装置与假设一相同 并重复假设一的步骤二到步骤四 取200公克的水 将盛油水的烧杯 至于陶瓷纤维往上加热 搅拌 每分钟测量并记录温度变化 连续记录五次 接着绘制不同质量 同种物质的加热时间与上升温度关系图 标示好数据后 画一条让数据大致平均分布两侧的直线 假设三 加热相同质量 不同种类物质 观察吸收相同热量下的弯度变化 进行假设三的实验时 需要哪些实验材料呢? 我需要100公克的水 与100公克的甘油 请规划实验操作 以验证假设三 我的实验规划是 以100公克的甘油进行实验 实验装置与假设一相同 并重复假设一的步骤二到步骤四 取100公克的甘油 将盛有甘油的烧杯 置于陶瓷纤维网上加热 搅拌 每分钟测量并记录温度变化 连续记录五次 接着 绘制相同质量 不同种类物质的加热时间 与上升温度关系图 标示好数据后 画一条让数据大致平均分布两侧的直线 分析结果 一 根据步骤四所绘制的关系图 提供的热量和上升的温度有什么关系 加热 加热同一液体时 加热的时间越久 供给的热量就越多 温度上升越高 也就是加热时间和上升温度成正比 二 根据步骤六所绘制的关系图 在加热时间相同的情况下 上升温度和水的质量有什么关系 一百公克水和两百公克水的质量比为一比二 从关系图可以发现 加热时间相同时 一百公克水和两百公克水的上升温度比为二比一 也就是说上升的温度和水的质量成反比 三 根据步骤八所绘制的关系图 在加热时间相同的情况下 相同质量的水与干油 两者温度上升的度数是否相等 若不相等 何者上升较多 从关系图中 我们可以发现 加热时间相同时 一百公克的水和一百公克的干油 两者的上升温度并不相同 而且干油的上升温度比水高 实验结论 一 根据实验结果 你的假设一到三是否成立 若不成立 你认为假设应如何修正 根据关系图 正确的假设一 因为加热同一个物质时 提供的热量越多 物质温度上升越多 假设二 因为加热不同质量同种物质时 若提供的热量相等 质量越小者 温度上升越多 假设三 因为加热相同质量 但不同种物质时 若提供的热量相等 温度变化会不同 二 有哪些因素 与物质的温度变化有关 从实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知 热量多寡 物质质量 和物质种类 都与物质的温度变化有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